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当你眼皮开始不停跳的时候 有句老话说左眼跳财 右眼跳哉 古人为何这样说 有什么依据呢 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肯定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自己的眼皮会突然跳起来 有时候是短暂的跳几下 有时候会跳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只有左眼或者右眼跳 有时候两只眼睛一起跳 一般我们都觉得眼皮不可能跳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是明明中有什么指示或者警告 对于左眼跳财 右眼跳哉这种情况 在生活中也确实有很多人得到了验证 自己右眼总是跳个不停 将会有不吉祥的事发生 左眼跳的时候 也会有喜庆的事降临 究其根本原因 出现这种现象只应信念二字 化言经中有句话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薄 因观伐介性 一切违心造 一个人信念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比如大多数人都坚定相信 左眼跳财 右眼跳哉 由于大家共同的性命 就会形成一种力量 导致事物 按照这样的规律发生 字面意思也许不大好理解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故事 在印度 有几位心理学家 想做一个实验 关于心理学的 但是实验的人十分难找 因为实验十分离奇 对人有极大的生命危险 经历几经周折 他们找到了一位 即将被处死的罪犯 就开始了实验 警察把犯人带到实验室 对犯人说 我们执行死刑的方式 可以让你对人类 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你把你的血液贡献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慢慢终结自己的生命 这位罪犯也同意了 接下来 几位心理学家 罪犯绑在床上 将他的手臂伸出床外固定好 并将罪犯的眼睛蒙蔽 实验开始 一位医生对罪犯说 我需要用刀划开你的血管 说着 就用手术刀在动脉处 轻轻一滑 少许鲜血流出 由于伤口不深 伤口慢慢地就凝固了 不过心理学家 在罪犯的床边 放了一个金属盆 回音效果可以听得很清晰 他们放着了水袋 一滴一滴地往金属盆滴水 罪犯听到的声音 就以为是自己的血 四周很近 大家都仔细观察罪犯的表情 心理学家 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说几句话 已经有600毫升了 医会又轻轻说 快半盆了 就这样随着水滴滴答答的声音 罪犯的脸色慢慢变得苍白 好像真的失去了血色 又过了医会 心理学家轻声说 这个盆满了 再换个小盆就可以了 此时罪犯的呼吸漫漫微弱 最后罪犯面色苍白地死去 这就是信念的强大力量产生的结果 在心理学上 信念被称为潜意识 所以信念对我们非常重要 相信什么就会呈现什么 相信奇迹就会获得奇迹 既然如此 我们就要存好心 行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人 所谓的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就是人的一种信念 坚定地认为这件事就是真的 那么由于自己信念的力量 事物就会按照这样的规律发生 当有喜事发生 自己就会产生一种信念 我的左眼皮要跳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说 我们每天要重复美好的信念 积极向上的信念 直到正能量的思维系统 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动运转 能让人生一切皆是美好 二 起源和意义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先辈们对于玄学之类的事情很是热衷 他们总是认为万物相生相克 就像八卦一样 分阴阳 还要论好卦 便自然而然地将眼皮跳定一位 财源和灾难两种情况 可是为什么一定是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呢 这也是由于先辈们古老的传统思想所致 古时候是封建社会 讲究尊卑 在古代一直有左尊右卑 或者左贵右贱的阶级地位和思想 大家经常看宫廷剧也可以发现 一般位高权重之人都是在左侧 有些朝代的影成相的官职 也是分为左相和右相 左相的权力也总是比右相大 也更有话语权 所以古人根据这种思想 将左眼跳定一位好事 是跳财 右眼跳就有不幸的事发生 那就是跳灾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我国的道教文化中 对事物都分为一阴一阳 左为阳 右为阴 就性别来讲 也是男为阳 女为阴 另外可能有些因素也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 我们总是习惯用右手去做大大小小的事情 相对于左手来说 右手经历的污染要多一些 没有那么干净 所以在遇到某些比较有仪式感的场合 都是左手在上 或者左手包着右手 比如我们去饲料上相时 都是用左手放在外面 覆盖着右手 意思就是用左手的擅去包容右手的恶 可能这种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们现在都是按照左尊右杯来的 比如奥运颁奖式 冠军站在中间 亚军则是在左边 继军就在右边 二 眼皮跳的科学解释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说法 以前是因为科技不发达 人们不了解眼皮跳的真正含义 现在科学发达了 很多事都可以依照科学依据来解释 一般眼皮跳可能是眼睛太疲劳了 眼部神经太紧张抽筋导致的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眼皮跳它的医学名又叫包轮震跳 是上包或者下检无法控制的抽出跳动 算是一种疾病 如果偶尔跳动 不需要医治 自己可以自愈 如果跳动时间过长频率过高 则需要取医院医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病症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用眼过度造成的眼部疲劳 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 电子产品也是层出不穷 几乎是人人至少一部手机 经常看着电子屏幕很伤眼睛 而且现在都是自动化办公 我们每天上班 眼睛也要一直盯着电脑 脑子还要思考 每天上班看电脑的时间 至少七至八个小时 有些时间更长 长此以往 不仅造成眼睛近视 还容易引发眼部的疾病 轻则就是眼皮跳 重则就是近视 更有甚者可能会失明 有时候眼皮跳也会因为心理因素而导致 比如本来只是眼睛不太舒服 心里多想一下 眼皮就不由自主地跳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暗示 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就联想到左财右灾的问题 如果是左眼 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是不是要走什么好运 若是右眼 就会担心最近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 如果刚好最近发生的事情碰巧 和这个俗语一一相应 我们就会更加相信这个俗语的意义了 其实中国的很多俗语 还是有一定的含义 但我们也不要一味地去根据俗语判断事物 我们应该用平常心去看待各种事情 用理性科学的依据和想法做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